曲名字幕——YK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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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飯菜副主的吳老師 那老師今天來教大家做的這道叫做港式叉燒 今天選用的是五花肉 一般很多人吃到應該都是梅花肉 那五花肉跟梅花肉的差別就是 五花肉的油脂成分比較高一點點 肉質會覺得比較好吃 为了不让大家吃到太多的油 老师今天是用气炸的方式来教大家做料理 好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食材 这是老师选用的五花肉 它的瘦肥是比较平均的 那一片大概在300克 所以它的厚度大概在1.5公分到2公分的厚度就可以了 好 那这边呢 这是葱花 那这是蒜头 这是姜末 这个是香菜 那这是红葱头切的末 这是我们今天所有用到的调味料 这是酒 这是甜面酱 酱油 然后这个是红葱粉 红葱粉的目的最主要是染色 然后让颜色有点红的感觉 那外面都用色素 那我们就用红葱粉 这是芝麻酱 这是糖 这个盐 那最后呢 这个是水麦芽 水麦芽的作用就是我们烤好了之后刷上一层淡淡的水麦芽 那它会有保湿的作用 而且还有甜度的感觉 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用的调味料 那我们开始来做腌制的动作 那我们先把我们这一些湿性的香料全部放下来 这是香菜 然后我们进来 葱花 酱末 最后呢 这是蒜末 放下来之后呢 我们再放下我们所有的调味料 这是酒 甜面酱 酱油 酱油 然后呢 芝麻酱 糖 盐 最后呢 加上我们的红葱粉 这所有东西呢 我们略拌为下 拌好之后呢 老师会建议大家 一定要用手去抓 把脂性食材里面的调味料的那个酱汁呢 全部压出来 我们用手这样拌呢 可以把我们的那个香料里面的汁液全部压出来 它等一下香气才会比较浓厚 那这样差不多之后呢 来 我们就把我们的肉给摆进来 我们肉跟我们刚刚放在一起的所有的调味料 拌匀 手抓匀 不要很用力 但是边翻我们还是要边抓 我们就把它放着 之后呢 我们就进冰箱 最起码一个晚上 12个小时 假如能够腌到24个小时那就更好 之后呢 我们再来烤它 出来的成品就会很好吃 好 那我们腌了一天的叉烧可以烤了 老师今天用的就是锅宝的气炸烤箱 那这个气炸烤箱呢 它有逼油的效果 吃起来它会比较润口 比较滑顺 那它中间呢 会有一个这个粒油的烤盘 那我们就直接放在我们粒油烤盘上面烤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放上三块 好 那我们准备放进我们的烤箱里面 那我们放在中间段的部分 关上我们的烤箱门 那我们今天用到的气炸烤箱的温度是160度 我们的时间呢 是18分钟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让它在里面气炸 那等一下呢 我们再来看它的成果 好 那我们刚刚气炸烤箱的几次灯已经亮了 已经开始叫我们了 那我们现在呢 打开 取出我们今天的港式叉烤 接下来一个动作呢 我们要涂上水麦芽 涂水麦芽的最大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想让它上面形成一层保湿的作用 油油亮亮的 又有甜度 所谓的水麦芽呢 是我们的麦芽有对过水 然后去做处理的 所以呢 它的流动性很好 它不像麦芽这么的硬 这么的紧实 好 那我们今天的港式叉烤就完成了 老师用的就是这一台锅宝的气炸烤箱 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逼油 所以老师今天用的就是五花肉 做出来的鲜嫩多汁 非常的好吃 想学吗 很简单 看到老师的影片之后做做看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老师影片的人 记得要按赞 订阅 加分享哦 有任何喜欢老师帮大家做的菜色 都请留言在下面 老师尽量来完成给大家 好了 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